美国联准会9月大动作降息了两码之后 主席鲍尔是首度对外谈话 只要经济的表现如预期 今年只会再降两码 也交息了市场对联准会大幅降息的期待 我国的股汇市也再度各走各路 即便昨天台股上涨 但是热钱却是大举汇出台湾 导致汇市爆量重扁 虽然央行频频进场抛汇护盘 但是最后新台币中场还是重扁了1.86角 售在31.837元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暗示不会急于进一步降息 激励美元指数走升 让五国国会不同调 1号时台股涨破百点 但外资却是卖超台股93亿元 更是把热钱大举汇出 有汇营主管观察发现 光是1号外资卖股之后 汇出的规模就超过10亿美元 新台币汇率中场重扁1.86角 售在31.837元 B的央行只能频频进场调节 会是报出26.65亿美元的成交巨量 降息不一定会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强 还要看经济数据 每人指数就跌升小反弹一样 那美人对台币的情况也是 台湾央行不喜欢波动太大 就是跟你反向做嘛 有一点准会已经启动降息循环 增加推锅就算新台币汇率 短期难以大幅升值 但是贬值空间已有限 越过短期之内 新台币汇率将会落在31.5元到32元之间 不动整理 美国的你这个通货膨胀是长期慢慢往下掉 所以你会引导美元的降息 是一个长期比较长的时间 美元对台币应该会是缓慢的下跌 一个是美元指数没有持续走高 台币表现就会弱一点点 第二个是看股市 有没有进一步修正压力 股市跌更多的话 台币就会表现更弱 一旦美元延续偏弱格局 新台币就会往下杀完后强拉 另外本周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也是关键 一旦表现不错 新台币则会再往下杀 不排除汇价会扁破32元关卡 记者未提及领域特报导